《世人觉醒,水果摊主的喜悦》 作者袁林 一天,我到一个集市去 在一个水果摊前,听到了摊主与一位妇女的谈话 摊主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脸色病态,还罩着一股黑气 他说,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地流鼻血 而且一流鼻血就扯着头疼得厉害 妇女对他说,你得到医院去看看 不敢再这样拖着 摊主叹了口气说,哎,哪有时间去呢 听了他们的对话,我就蹲下身来对摊主说 你流鼻血很厉害吗 摊主叹口气,痛苦地说道 是啊,流鼻血断断续续的已经一个多月了 厉害的时候流血筷子 而且现在扯着头痛得很厉害 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 我说,我教你个办法,你试试看 你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包准管用 没想到摊主二话不说,立即答道,好,我这就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看到摊主真诚的样子,我又给他讲起了大法真相 他说,这是第一次听人讲大法的事情 原来法轮功这么好,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真相 说,共产党腐败透顶,坏事做绝 天灭中共是迟早的事情 只要是加入过他的党团队组织的人都要退出来 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就不会给他当陪葬品 就能保命平安 摊主很痛快地说,给我退了,我是团员 我老婆也是团员,我叫李好,给我老婆叫王好退了 又到了集市的时候,我带上小车子和酒瓶光盘 找到那个水果摊子 远远地看到摊主,我就知道他肯定好了 因为我看到罩在他脸上的黑气消失了 人也精神多了 果然他高兴地对我说 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鼻血就不流了,头也不痛了 真是比吃药还管用啊 他不住地说谢谢 我说,要谢就谢我们慈悲的师父 是我们师父恩赐于你了 摊主满心喜悦,不住地点头称事